这个海上救援队是真实的 国家就有这些机构 全国的救援人员是500个以内的人 当然他们主力在海上的拯救 像人命啊 找火啊 沉船啊 海难 邮轮使火 山区里偏远的地方 需要直升机去救援屋的工作 做海上救援 它跟警察和军队是很不同 救生员本身内心的素质 你一出去就是面对生或者性 不能有观点 猶疑或者退缩 你很勇敢才能做到 军队当中有一条信封的格言就叫做 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 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只要警报异想 一接到任务 他自己的生命有可能会因为救他人 会牺牲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 是